一名前國太空姐轉型做網紅 開始頻道大受歡迎 她不想在頻道拍片 分享魚圈的秘密和趣事等等 你們坐穩了 我們即將開始了 前開Live 也吸引了很多網民看 多謝香港和海外傳媒 對Youtube頻道Smart Travel影片質素的肯定 替我報導再加持 自從ERROR 自肥企業之後 大家是不是有點失落呢? 不用怕ViuTV 新人Show 調教你MIRROR 將於6月7日首播 由梁祖堯率領12位MIRROR成員入營 務求令MIRROR變得更好更團結 在星期二 官方公開了新一條節目預告 12位成員透露出道時的心聲 坦誠承認他們曾經有介替 姜濤指出出道時產生很多誤會 而女爵安Edan也直言拍攝期間有部分的事和說話 是不可以觸款播出街 現在距離的節目播出了兩個星期 但那些鏡粉已經非常期待了 更加說 如果見到MIRROR在節目中哭 自己都會眼濕濕的 相信到時一定會有很多感動位 ViuTV的管理層是非常聰明的 他們除了在《全民造星》為自己的電視台找了一群藝人 更加將他們捧成一群偶像 雖然不是每個MIRROR成員都那麼紅 但除了姜濤在外面按摺Drop接廣告外 帶動整個電視台的人氣令到節目備受關注 廣告商是排隊送錢給他們洗 管理層更加懂得風險管理 不會將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 其他的MIRROR成員 如Lokman、Anson Kwon、Jer、Ian、Anson Lo、Edan 都有各自精彩、各自有榜場客 這些都有賴電視台的管理層 他們懂得平衡風險 萬一如果其中一個成員有負面新聞 或者有些冬瓜豆腐的時候 最低限對其他偶像可以支撐整個電視台的人氣 就好像MIRROR其中一個成員 女爵安Edan向外都乖乖仔形象 但近日傳出被前女友爆他出軌 對方更加在IG控訴 說打完帽不會想理他的感受 Edan因為條件都非常好 高大帥仔之餘 還是港大的工商管理學畢業 鋼琴也有八級 今年也推出新歌 E先生連環不幸事件非常受歡迎 二年二十四歲的Edan 非常受ViuTV力榜 被視為亂纜 人紅的戰士非多 最近Edan的前度 Stephanie在IG發文 宣布自己被求婚 但有人在她訂婚照片留言 認為Edan會替她開心 並且HashtagEdan的IG帳號 但Stephanie毫不留情地回覆 不如尊重我 其實戴完帽也不想理她的感受 Stephanie的回應流出後 她又馬上關掉留言 好像想保持低調 但網民發現兩個人剛分手時 在IG story留言 顯示兩個人分手時是和平分手 亦是關係友好 彼此也會祝福對方 但過了一段時間 Stephanie就態度大變 不時在IG指責Edan 又暗示疑似Edan出軌 因此她選擇結束關係 同時反駁不知情的網民 Stephanie強調自己從來沒有匿名 地說過Edan半句壞話 亦說從來走得正、站得正 不怕網民聲討 言辭間頗為委屈 而她早已不追蹤Edan的IG 反而Edan的妹妹仍然有追蹤她自己的IG 事件在網上越鬧越大 討論區也有不少人自稱Edan大學的同學 網民紛紛爆料 歷指Edan在大學時已經不受歡迎 同時有網民指Stephanie和Edan分手後 大受打擊或情緒病 後來遇到未婚夫才重拾相信愛情 網民留言 整間科技都知道Edan出軌 但之前大家都不想爆她出來 保護她的聲譽 但現在看到有這麼多人保護她 就替女生不值 雖然Edan真的很棒 但比別人大真是壞 女生這麼漂亮也出軌 幸好女生找到真命天子 於是女卓安就走保了 有網民更加上載了截討 聲稱Edan的朋友做SP時 內容相當露骨氣 但有人不知真還是假的 說圖像顯示是以前的IG 現今Edan已經換了另一個頭像 同時也沒有男剔 如果內容是屬實的 疑似是走紅之前的事 即是一年前的事被人說出來而已 對於質疑造寡 截圖又裁走女方的資料 這個網民就留言 沒有圖又吵有圖又吵 Edan有福我朋友IG story 露了我朋友的樣子 如果不crop的話 不如我直接給我朋友的IG 大家看好不好 用正帳截圖都滑到這麼狼死 不過粉絲繼續支持Edan 留言 不要緊 都是過去的事 不怕啦 MIRROR做甚麼都是對的 性命自然帶來負累 少年輕狂 誰沒有 似乎沒有選Edan的形象 繼續受擁戴 果然是刀槍不入的魅力男 昨天下午Edan終於在限時動態留言 但亦沒有否認網民的指控 只是表示 知道有關自己的事情是被討論中的 私人和過去的感情事 我認為我不應該作出任何澄清或回應 因為不希望影響到任何人 希望大家給多些空間事件中的人 停止對他或他們的騷擾 我自己亦會繼續專注在我的工作上感謝大家 這些就是危機處理 應該是管理層或花姐 是處理過給提示 如何回應的 將大事發燒 通常處理危機應該是這樣的 所以希望他們日後一個聖聖定做事 另外一個你已經快要嫁人 不要搞那麼多事 因為你要結婚就不是同一個人結婚 而是同兩個家庭 還有你們身邊的親戚朋友 搞那麼多事對自己沒有好處 而Stephanie 亦在Edan現身後火速發文回應 要說的已經說完了 其實各自開始新的生活 不希望還有人特意提起這件事 未來見一個禁止一個 那就聰明了 至於昨晚又爆出 二年31歲ERROR的成員 肥仔良葉 和他的初戀女朋友阿芬 拍拖八年 一直揚言要儲錢結婚 但當大家以為他打風也打不掉時 近日阿芬突然在他個人Facebook公佈了分手的分 並且hashtag了肥仔 留言說 對不起我已經和肥仔分開了 最近收到很多大家對我們的祝福 我們將會一一化為鼓勵 他更加指 因為了解而分開 其實也算是感情路上一個最好的結果 我們彼此都會在心裏互相祝福對方 最後他希望大家繼續支持肥仔 支持ERROR 令到他們為香港煩惱繃緊的生活 帶來幽默 其實肥仔和阿芬是適於微時 當年在這個舞蹈校後認識 肥仔曾經因為自己貪玩 又喜歡打麻將 所以跟女友曾經分開過一段時間 然後再復合失而復得 他非常珍惜這段感情 一直是阿芬為結婚對象 參加《全民造星》時 他亦是笑指 我經常叫姜濤讓賽給我 給我一百萬《全民造星》的獎金 我可以儲錢將來結婚 本身任職舞蹈教師的肥仔 在阿芬的支持下參加比賽而追夢 他入行後工作量越來越多 眼界和目標已經不同了 兩個人漸走漸遠 上個月他接受了陳志穎的訪問時 表示他入行兩年多 仍未能儲錢養家 對父母感到愧疚 一時感觸落旅人前 坦然我未必賺到很多錢 但我一直很想帶他們去旅行 現在只在家吃飯 想令他們安樂些 享晚年 其實當時肥仔和阿芬之間 已經陷入困局 但塔亞一提到經濟壓力 他們想這個現實和理想 實在有落差 白感交集 陳志穎即場開出誘因逼婚 表示願意免費幫他們做這個婚禮事儀 在分手邊緣 肥仔只能笑著跟志穎說 很厲害的助攻 很進擊 但我過不了自己的關 希望事業有成才結婚 現在還可以的 但希望可以更好 陳志穎繼續苦苦追問她的婚禮 肥仔無奈地說 不要說這些 實在有口難言 過往阿芬跟她一起很甜蜜 肥仔曾經說過 我問她為何喜歡我 她說喜歡我夠真那一邊 就算不是對著她 對著身邊的朋友都是這麼真誠 她就是喜歡我這種感覺 肥仔曾經在IG留言 她說雖然我不是一個很清職的男朋友 又經常激傷你 不過沒有人是完美的 幸好有你在我身邊慢慢改變我 我可以繼續讓她愛你和愛你 原諒我的蠢 原諒我的傻 她說很麻煩 平日不論在台上台下 有肥仔的地方就有很多笑聲 她自然自己說 她說她的宗旨帶給正能量去大家 這次她就把悲傷留給自己 繼續在別人面前歡笑 娛樂圈就是娛樂圈 你做得藝術吃得咸魚抵得喝 事後有網民回憶之前 七仙魚師傅上過ViuTV的節目 在一個今晚有酒吹的地方 碰到娛姐 娛姐爆料問七師傅 七師傅上次介紹李先生給我認識 現在還未有 在旁七師傅被娛姐質問 表現淡定 已經幫你找到適合的對象 然後娛姐就反問她 蛤?你找到? 那你自己找到? 你又不告訴我哈哈哈哈 然後娛姐聽到七師傅 已經幫她找到合適的對象 原來就是這個ERROR的肥仔 感到非常之驚喜 嘉賓石永利也嚇到了 撒大個口 七師傅就要撤合這個肥仔和娛姐 棄定神閒地說 我找到了 那個ERROR的肥仔 一個武大老 一個潘金蓮 指娛姐一個單純的潘金蓮 全場爆笑 只是未聽過潘金蓮 可以用單純去形容 節目主持C.C.笑到停不開口 第一次聽人用單純來形容這個潘金蓮 七師傅更揚言 肥仔撫著娛姐很久 強尼笑著這樣說 阿娟姐肯做潘金蓮 但肥仔未必肯做這個武大老 七師傅立即解答 問了肥仔意願 在化妝間 肥仔一早撫著你很久了 不過這陣子很忙 也要看著唱歌 看著唱歌 Lady Cutler 所以沒有時間去認識女生 七師傅定在眼睛看著 阿娟姐一個空暴地說 肥仔留意了你很久了 看你覺得你不錯 肥仔又又有意思 因為肥仔賺錢能力很高 大家笑到收不到聲 由此可見七師傅極有預知能力 知道肥仔有機會分手 怎樣都好 七師傅也是開玩笑 肥仔也是開玩笑 我相信肥仔很想賺錢照顧父母 我也希望在這裏幫肥仔打氣 因為這麼多個成員之中 無論是MIRROR和ERR 我都是最喜歡肥仔的 希望接下來這個調教你MIRROR 快點到 因為自從這個自肥計劃之後 我們香港的觀眾很多都很失落 沒有電視看 快點來吧 快點來吧 調教你MIRROR OK 如果喜歡今天的介紹 記得幫我分享 訂閱和Like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聊 拜拜